婚礼时间,今天我们参观巴黎的蓬皮多艺术中心,来欣赏一件作品《婚礼·拉诺斯》。 它的创作者是法国画家、立体主义代表人物费尔南德·莱热。 莱热认为美感不只存在于特定的艺术创作之中,它也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。 于是这位艺术家细心观察与感受自己所处的环境,并不断在绘画形式上进行多种实验。 这幅画创作于1911到1912年,现在保存在巴黎的蓬皮多艺术中心。 在立体主义运动中,来热的绘画作品大多与现代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,造型清晰,色彩鲜明,别具一格。 颜色、图形和特定的细节相互对立又相互呼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